刚接到通知姐妹们啊 这个山椒大杂会 现在厂家给咱们做了一个卷 29块9 到时候给咱们发 这样三大包 这一大包可是248克的 不是线下咱们买那种100克150克的 这一盘差不多就一包的量 这里边有鸡翅尖 还有这个小胳膊肘 还有这个鸡爪子 还有这个三角骨 全都是好东西啊 零星呢 带几个这个小泡椒 这小泡椒如果你能吃辣的 它也能吃 你要不能吃辣的 你就别吃了 这小辣椒可辣的 全都是好东西 也平常买都老贵了 喜欢吃这种山椒味的 这个你毕了我 这个价格也太合适了 浓浓的泡椒的味道 这小三角骨 这平常买这好几十块钱一斤的 而且他们家里就没有汤 干的虎子 它都是干货 它就吃起来 还是比微辣要稍微辣 那么一丢丢 就一丢丢 这种泡椒味吃起来 就是辣而不燥那种感觉 就很清爽那种辣 不像有的红油那种辣 你吃完了之后 你嘴里边受不了 火辣辣的 很脆 这大包真合适 这我们楼底下超市里边 16块钱一袋 两袋就30多了 它里边也没有给咱们搁 什么烂糟的给你凑数 全都是好东西 挺多这些小辣椒 这小辣椒是必须带的 那玩意它没味儿 是不是 还有吃点 可能是大硬货 这爱吃泡椒味这种东西的 你就拍吧 这个那个泡椒 价格都差不多了 咱们可都是肉 这一袋还不到10块钱 真合适 那大盘呢 这老鞋 就是一晚上啃两袋 咱也不心疼了 尤其像咱们爱吃点这种 皮脆骨 真香 吃个叫啥 吃叫胳膊肘吧 学眠叫啥 还想不起来的 他家刚刚来的信息 你会赶紧出个视频 喜欢吃个赶紧楼上两袋吧 那个圈可不是这个价格呀 大鸡爪子 咱那泡椒就是这种啥姐妹们啊 被我埋了下 做泡椒的东西全都是这种白白的颜色 其实就这样好吃 一点一点辣的也不能吃的话 你就别快了 做手它还是有点辣味的 喜欢吃真解馋啊 吃飀的比资 吃到一天 吃